大家好,我是Stan SM的新人歌手在一个网综艺节目爆料 ASPA在2023年发表的Spicy专辑的先公开曲 Welcome to my world 这首歌原本预定是2024年出道的后辈的出道歌曲 但ASPA的成员们听到这首歌后 立刻表示 我们想要这首歌 于是这首歌就被他们拿走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SM新人歌手Naibis出演了网纵Moment Go 不过听说Welcome to my world 原本被内定是Naibis的出道曲 是真的吗? 是的 本来Welcome to my world是我的出道曲 但是我以Fit参与了Welcome to my world 因为能够和ASPA朋友们一起合作 这首歌对我来说变得特别有意义 我真的很开心 请问你的学历是 K-pop系主修solo24届的学生 是哪一所学校呢? 是位于狂亚的网络大学 在狂亚的K-pop大学 但是因为哪一彼此的ASPA朋友们这句话 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ASPA是前辈 竟然叫他们是朋友 真是没大没小啊 最近的年轻人怎么都直接称朋友 难道不应该明确区分前后辈吗? SM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刚出道就要吸引不少黑粉了 SM的idol们每次出道时 总是闹得飞飞扬扬啊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留言真是让人无语 当初ASPA和BlakeMamba对战 陷入危机的时候 哪一彼此救了他们 自己还死了 后来才艰难复活 就因为没加个前辈称呼 居然闹成这样 真的太荒唐了 ASPA甚至在歌词里表达对哪一彼此的爱和感谢 这么在意他 为什么还有人自己在那里乱吵闹呢? 对 看CB歌词的话 确实有这么一句 如果不是哪一彼此 ASPA早就被BlakeMamba击败了 对于救了自己性命的朋友 没有称呼前辈 应该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ASPA的概念真是够狠的 不过我反而喜欢 这种过度投入的情景剧 真是太搞笑了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在韩国相差一岁 就要称 但是有时候也有 虽然年纪不一样 但两个人说好 变成朋友的情况 但这个时候 最尴尬的就是 我们两个人是朋友 但我的朋友 你还是要叫兄努闹吧你 所以三个人见面的话就 呀 兄 呀 兄 所以 对于SMC人哪一彼此 不常ASPA是前辈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 你又乱带风向 不会很认真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叫我娘的时候 强我娘的反应 这程度的话 根本是韩国的公主吧 真的很骄傲 韩国拥有强我娘 哇 如果我是那位记者 这一辈子都会靠这段回忆活下去吧 一叫到名字 就立刻摆出这么可爱的姿势 真是天生的爱意的舞啊 Thank you